曾看作為民進黨的總結 我的好朋友 現在的立法會員 也是民進黨的首席代表 另外在座的各位位置 各位好朋友 今天我沒有想到 我來參加是有改的 身為一個軍人 能夠有機會參加這樣一個場合 但是我沒有想到我肅定內術自己站在這裡想給你講話 我只有要是我對曾將軍的憧憬以及身為一個軍人 你應該怎麼去當一個軍人 這是我個人自己的想法和看法 在座有好多我的前衛也有後輩 我是空軍軍管學校飛行的 離國四十五年就畢業了 也是到富裕去吧 所以各位也可以知道我今天有好大年齡了 所以今天非常非常的感謝 我不準備在這裡長太多 我真有想孫先生已經很講述 你請我們在座的各位好富裕 致了最高的經驗和感謝 謝謝同學 接下來我們要有請汪毅廷將軍 來到前方跟大家實情話講求歡迎 柯總長 我們在座各位 我特別介紹一位 就是我們老江軍黃世忠的原家人 他卻死军年裡九十二歲 各位看不出來 我們擔任國防部作戰次 他確實是我們黃朗將軍 確實是水利仁將軍的嫡系 因為從抗戰開始 他就在青年兵服務 一直到國共內戰 一直到台灣他都追隨著我們水利仁將軍 我講在這裡 我不知道有沒有安排 沒有安排的話 等一下可不可以插個花 特別請我們黃老將軍講一下 他跟孫老將軍 跟水利仁將軍的關係 那真的是不一樣 特別在這裡介紹一下 我自我介紹 我是陸軍軍外學校 57年畢業的 兩歲的時候到台灣來 年過38年 今年七十歲 這個 在軍校的時候 我們耳濡目染 都知道水利仁將軍的狀況 我想水利仁將軍 大家都很熟悉 我今天帶了一個資料 只是在各位面前 我們把水利仁將軍這一生 我把它順一下 沒有什麼其他 新的一些 個人的看法 水利仁將軍前半段 前半生 在當陸軍總司令 前民黨之前 確實是赤打風雨 是國軍的一元猛將 可是從民國44年開始 他就變成了一個悲情人 這是確實 我們大家聽起來 也覺得蠻傷感的 我先把水利仁將軍的生平 跟試練 非常短的時間 用非常快的速度 給我做個簡單的介紹 為什麼今天安排到我呢 其實我也是昨天才被通知的 因為我是安排人 是順利仁將軍的老鄉 我們是安排省同鄉會 我們理事大隊的獎 他說今天請我來代理他 給我們做一個簡單的報告 順利仁將軍是1900年 就是20世紀的第一年出生的 所以他的年齡實在很好記 跟我們犀利的1900開始 他是1900年出生 1914年 14歲的時候 考進了清華大學的 劉美育科 然後在清華大學 讀了九年的書 1923年 到美國普渡大學 去查了他的三年級 然後到了1925年 那個時候他25歲 普渡大學畢業 他是學土木工程的 然後到了1926年 就是26歲的時候 進入維定尼亞軍校 三年級 為什麼呢 因為他已經在大學 讀了清華大學 跟這個普渡大學 他都已經修過了 他該修的課程了 所以在維定尼亞大學呢 維定尼亞軍校 他直接查辦他的三年級 維定尼亞軍校是受 四年的養生教育 他在裡面公讀了兩年 然後到了1928年 28歲 回到國內 然後擔任政治大學的 中衛軍訓隊長 1932年 擔任 衛警總團的上小團長 那時候的衛警總團 有三個團 是全國軍最優秀的裝備 訓練最精良的部隊 才擔任衛警總團 他那個時候擔任三個團裡面 其中一個團的團長 到了1941年 12月就擔任 1941年的時候 就是我們民國三十年 抗戰已經四年了 那個時候 他擔任新三十八師師黨 到了1942年2月 中國遠征軍成立 然後新三十八師就加入了 這個遠征軍 1942年4月16號到18號 就是我們遠征軍 開始打緬甸 最有名的一場 以少甚多的戰爭 就是仁安江大捷 其實仁安江大捷 我記得孫力仁將軍的這個小孩 跟當時打仁安江這一場 這個作戰的團長 叫劉放武將軍 他是新三十八師其中的一個團 叫113團 在整個抗日戰爭當中 他是非常難得的一個 以少甚多的一個戰役 為什麼 因為當時國軍的戰力 跟日本的戰力是不能比的 是一比九 日本的一個師 我們國軍 要用九個師來跟他打 戰力才是平等的 所以在這種狀況之下 在一比九的這個懸殊的戰力 差別之下 他用一個團 在仁安江 把日本的一個聯隊 他一個聯隊 等於我們 將近一個 將近一個十個部隊 把他擊潰了 那我跟劉放武將軍的小孩 也談到這個事情 大家都說 他說 人家都說 仁安江戰役 是順利人打的 其實是我爸爸打的 其實我覺得 在這個中天 爭議這個事情 就沒有太大的意義 因為113團 他屬於38師 那 在打的時候 確實是113團打 但是38師已經過去了 日本把他攔截下來 這個師把他攔截下來 這個團把他攔截下來打 可是在打的快要結束的時候 孫立仁將軍 又從前面 又趕回來 趕回來的時候 因為這個戰爭打了三天 所以打回來的時候 趕回來的時候 這個戰爭已經結束了 日本人已經 溃佩了 所以在這種動作之下 這個113團 他隸屬於38師 說是38師打的也不為過 所以在這個中間 稍微有點爭議 那到了1945年 那個時候 孫立仁將軍 領擔任西一軍軍長 所以抗戰勝利的時候 他是負責接收 日本 接收日本 第23軍的受降 在廣州 1946年 他46歲 民國35年 5月17號到19號 他就率領了 新一軍 和廖耀鄉的新六軍 還有陳明仁的七十一軍 這三個軍呢 在打了東北 很有名的一場 國攻內戰 就是四平街戰 結果 四平街戰 打完以後 因為 把林彪的 這個視野 這個 擊潰了 所以 這是很有名的一場 四平戰 南四平街的九一戰 打完以後 其實這三個軍的軍長 後來 都變成了 值得一輸的人 新一軍軍長 孫立仁 就從東北 因為跟當時的東北交匯總部的長官們 有一點意見上的分析 老總統 把他 調給南京了 新六軍軍長 在後來的 辽省會戰 結果被擊潰了 尿尿祥將軍 就被俘了 七十一軍軍長 陳明仁 雖然把四平街打贏了 總統那個時候 還特別搬著七天百日巡張給他 可是那個時候 因為 確實我們 在國內還是有一種 惡鬥 所以陳明仁將軍 雖然得了七天百日巡張 四個月以後 又把這一顆七天百日巡張被追回去了 為什麼呢 因為那個時候已經進入了洞天 結果 什麼糧食啊 大米啊 黃豆啊什麼的 通通都缺少 結果人家就摻了他一本 摻了陳明仁將軍一本 說什麼呢 說這個七天百日巡張 不可以給他 為什麼呢 他說 雖然 四平街他打贏了 可是把東北的糧食打光了 沒有 因為四平 東北都是平地 他把糧食啊 從庫房裡面的 一包一包的糧食拿來 當雕堡 租起來了 結果打完以後 那些糧食都散掉了 都毀掉了 所以東北那個 那個冬天過得非常的痛苦 然後陳明仁將軍把他追回來了 把七天百日巡張追回來了 所以陳明仁將軍心裡非常傲 後來退一退 退到湖南以後 隨著陳前將軍投共 所以這三個將軍呢 說實在 當時打四平街的成員將軍呢 最後的下場 確實都 都滿唏噓的 到了1947年 他47歲的時候 調任陸軍副總司令 兼陸軍訓練司令 到了1947年 到了1947年 十一月 也就是民國三十六年的時候 他就移住鳳山 就是現在的鳳山陸軍軍白修法 到了1949年 他49歲 9月1號 擔任台灣防衛司令 1950年的3月1號 就擔任 那個時候他50歲 擔任陸軍總司令 兼台灣防衛司令 1951年 5月 慶生陸軍二級上將 到了1952年 52歲 民國41年 4月份 連任陸軍總司令 1954年 54歲 民國43年 6月24號 就調任總統府參軍長 到了1955年 民國44年 他55歲 因為那個時候 在5月25號 爆發了一個 他的一個老部下 郭廷亮先生的一個 匪諜案 因為這個案子 他被牽連了 就解除了 8月1號 解除了他的 總統府參軍長的職務 就軟禁 33年以後 民國77年 1988年 那個時候他已經88歲了 他解除了 他是軟禁 到了1990年 民國89年 11月19號 過世 他過世的時候 那個時候 我擔任 成功領的 1044師 因為他過世了 三丈四夷 總統府 為由 陸軍總部來辦 他的事情 陸軍總部 就交給第十軍團 就台中 第十軍團來負責 當時我 我們1044 也是第十軍團的一個部隊 有距離台中最近 我們就在成功裡 所以有其中相當一部分的 這個 三丈的行政事業 是由我們來 負責支援他的 然後 過世以後 就葬在 台中的 東山墓園 這是他 他的一生 各位看看 他從55歲 這個 再從雲端上 然後就 跌到谷底 然後 經過33年的軟性 然後到了77年 這個才 李正輝總統 還特別把他 這個 解除了 我們在專輯文學裡面 看到很多人在寫回憶錄 寫的這一段的時候 還特別提到 說當時 要解除 他的這個 安全人員的看管 安全人員離開的時候 其實他都 確實還有點 依依不捨 因為彼此之間 經過這麼多年 站在一起啊 還蠻有感情的 在過世的時候 總統 李正輝先生 特別 頒布了一個 保養令 他的內容就是 我今天給各位聽 大家分享一下 總統府前參軍長 處理陸軍二級上將 順利人 學軍掏獵 姓名剛放 早年自美國 維定林亞軍校畢業 歸國成立 歷經 剿匪 抗戰 勘亂出議 南北持騰 戰績彪秉 成員團長 司長 軍長 陸軍副總司令 總司令 兼臺灣防衛總司令 等職 雲游著述 尤以抗戰時 願真緬甸 解仁安江盟軍之圍 覆破碗底 打通中印公路 揚威易旅 師爭與內 來台後 祖訓新軍 鞏固復興基地 易鴻京縣 指紋何事 整得諸勝 一名名令包養 又招勤改 這是當時的一份 這個狀況 對孫立任將軍的一個 保養鏈 那孫立任將軍的家裡面 其實他有四個小孩 兩男娘女 為什麼人在講 他說是清華之光 孫立任將軍 他本身是清華大牛逼 他四個小孩裡面 有三個小孩是清華大學畢業的 他的大女兒叫孫忠平 是清華大學合工系畢業的 那現在是在台積電 擔任副總經理 是非常資深的一個副總經理 他的大兒子叫孫安平 是他的四個小孩 每隔兩年一個小孩 1952年是孫忠平出生 1954年是孫安平出生 1956年是孫泰平出生 1958年是孫泰平出生 他用這四個字叫什麼呢 他用這四個字叫什麼呢 叫做中安平泰 他這個大兒子孫安平呢 他是清華大學物理研究所畢業的 他第二個兒子孫天平 是福人大學數學系畢業的 我們滿熟識的 最小的一個女兒孫泰平 最小的一個女兒孫泰平 是清華大學化學系畢業的 所以這是他整個的一生 跟他家庭的狀況 大家在那邊可以看到很多 他的一些試略 當然很遺憾的 在美國44年 他因為郭廷良先生的匪列案 被牽連到了 但不管怎麼講 他對國家的貢獻 確實是無庸置疑的 也是我們軍人之光 那今天能夠非常 能夠再把這個陸軍聯誼廳 再改回去 跟人順利的一個紀念館 我覺得是非常的有意義 這個地方 其實我們都對他滿有感情的 我個人升少將升中將 在總統府受完結以後 都要在那邊吃頓中餐 這頓中餐是由陸軍做成員來招待我們 我想這個 跟他的感情是非常濃郁 那今天把這個地方 用這個日本軍司令部司令官的官邸 我覺得他的魅力啊 遠不如他應該是陸軍總司令 所以孫列仁將軍的官邸來得更貼切 來得更貼切 台灣在民國38年風雨飄搖的時候 那個時候他擔任台灣防衛司令 或者接著擔任陸軍總司令 就是在這麼危機的時候 風雨飄搖的時候 能夠在台灣 中華民國能夠站得住腳 他們確實是公在國家 在這裡特別做個隱身 對不起 但是講話的時間可能長了一些 主要是把順利人的這一生 跟在座的各位分享一下 順一下 因為我們看到的可能都是片段 從1900年出生一直到1990年 他過世 這麼長一段時間 一些花絮 給各位做一個簡單的報告 謝謝各位 謝謝 謝謝